第一場 開工平安 動土順利 秦場 圓民會諸委林江義跟台東縣政府 還有南田地方代表人士一起動土 南田村舉行原住民保留地建築用地 統一規劃工程開工典禮 動土前現場也有祭祀舉行傳統祈福儀式 我們到南田這裡來 是這個政策第一個啟動的 一個開始 我們希望未來這樣的政策 我們逐步推到我們原鄉的很多部落 我們來逐步來解決目前原鄉地區 建築用地補助的問題 台26縣道路旁 原座落在南田段第1號 77之時的土地 金圓民會99年度 核定補助台東縣達人相關所 辦理的統一建地規劃 104年開始核定補助工程建設經費 促成原住民主地區第一個成功推動建築用地 統一規劃順利開工 台26縣造成徵收 周路的這樣的一個土地 很多的土地被徵收了 因為它的那個建地整個就縮小了 我認為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能夠在這樣的一個把病根滴木以後 再分配這個土地 這個事情是一個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南田中對這樣的一個 是非常的樂觀基層 原民會主委林江毅表示 全國原住民保留地 目前編定委建築用地面積 只有1.375公頃 只佔全國原保地 總面積0.5% 不夠提供原鄉地區族人居住使用 未來希望朝向統一規劃政策 全面性落實建地 好提升原鄉部落生活品質 記者夏曼尼克大盛台東達人採訪報導